中年危机 很多人觉得这个词汇跟我们这些普通人可谓是息息相关 很多小伙伴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事业发展受阻的现象更是数不胜数 可是大家知道吗 这个词汇其实在娱乐圈也是常见的一个词汇 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聊的宋家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他如今也面临着中年危机的麻烦 怎么说呢 相信最近要说宋家的事情 大家肯定会想到李璐导演的作品 原始间他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叫周荣的角色 可以说这个角色简直是给他量申定做的 以至于在樱桃 萨日娜 以及宋春莉等演技派面前 宋家一样可以光芒四射 可是即便这样做了 也掩盖不了宋家如今面临的中年危机 大家别看 宋家似乎小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的 因为他最近这些年 可谓是转换自如的样子 一边是电影事业蓬勃发展 一边又是电视剧系录不断 可这些都掩盖不了宋家背后的中年危机 实际上宋家的中年危机非常严重 我们看看宋家近些年作品不断 可能让观众记住的角色却少得可怜 你可以说宋家的资源好 但也可以从片面看出来 宋家对自己的事业发展相当不如意 因为他的作品那么多 能有多少个角色被观众记住的 除了最近的《人世间》里面的周荣外 宋家近些年的作品 真的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 这也可以证明 宋家对于剧本可谓是来者不惧 上一个这么多的人叫做杨幂 而要说这一切 就不得不说宋家的年龄了 今年的宋家满打满算 已经是42岁的人了 他是80号 可能很多人以为明星没有中年危机 错了 实际上明星们的中年危机 比你想象中还要严重 大家还记得 多少个女明星超过30岁之后 还能继续火下去的 几乎是很少见到这样的 因为明星也有中年危机 面对中年危机 女明星一般的应对方法 要么改变戏路 要么就像宋家那样 对剧本来者不惧 拼命维持自己的曝光度 但现在 后者的危险性非常大 毕竟剧本的好坏 关系到这个明星的演艺发展之路 宋家对剧本的态度 无异于就是在饮震止渴 相信我 如果宋家再不调整好心态 恐怕就不是中年危机了